但说到现在的这个时候 日本人有时候他对于整个中国大陆的发展 他们是感到非常的好奇 他们的一些综艺节目决定到上海去出外景了 一去出外景发现了一些不可思议的事哦 日本的综艺节目他们有一个专题叫做不可思议的世界 他们到了大陆的上海呢去出外景 让他们看看到底有什么地方 让他们觉得不可思议 一到两天他 哎呦 奇怪 那带什么东西啊 一个黄黄粗要带 难道是这个人他又尿急 怎么会 对我们说粗要带接一接吗 不对不对 我觉得那应该是我们有时候 那个便当打包的那个汤吧 对 或许是 可是呢 他一问说 这什么东西一问 哎呀 原来是秘乳啊 啤酒 奇怪 啤酒怎么这样装呢 啤酒哪有人用这样装 啤酒都是那个罐装 谁说会这样装的啊 对啊 一般啤酒不是玻璃罐 就是一开罐 怎么会这样子呢 其实我一问之下来知道说 原来在那边呢 如果你买啤酒 买这种带装啤酒的话呢 会比买瓶装的大概可以打九折 啊 买带装还可以更便宜哦 那为什么带装要怎么喝呢 他说很简单啊 插根吸管就可以直接喝 你意思说像我们以前 喝那个冬瓜茶一样 对 就好像是我们喝冬瓜茶一样 但是呢 喝啤酒就是要用大口大口 大杯大杯 用吸管的感觉好像 有点不过眼 怪怪的 他们的吸管是这样的 我们觉得非常非常特别 当然日本看来觉得 哦 怎么会这样 很厉害 可是另外呢 他们年轻人居然 最近在流行什么 流行年轻人头上涨草 头上涨草呢 这个人为什么头上涨草草 真的很多上海 像这个上海的南京路步行铁 上面怎么多年轻人呢 头上居然带个头饰 这事情上面呢 有花花草草 甚至还有什么 还有人呢 头上带个箭头 就像插个箭头一样 那个是 那个是后来坐上去吗 不是 是真的头上有个箭头耶 对 它就是一个 就是类似的法库一样 带在头上之后 不是这个标新秘义啊 好像就是我们在 就是在影片当中 做个指标一样 后来就问他们 为什么头上要带个草 带个花 还带个箭头耶 他现在搞相亲啊 对 结果他们说 没办法 因为我们真的人是太多了 每次要跟朋友会合的时候 跟朋友会合 用这样的方式 所以我同样带个草 带个花 带个箭头 我们朋友会合 比较好找 比较好 也没办法 假日的时候呢 是步行箭头